好,歡迎大家收看我們這個尋道會進師基督徒團契 今天是很早節目 繼續讀《宗教右派》這本書 今天請來大家在螢方幕的左邊 但又在我的右邊 就是陳成斌博士,是我們今天的主講的朋友 他在《宗教右派》裡面寫了一篇 《從落黑的自然權利到落齊黑的最小國家》 《簡述一個政治哲學上的右派》 將時間交給Benedict 和我們討解一下簡述一篇寫的文章 好,謝謝,在哪裡? 謝謝 其實講一點這篇文章 其實和這本書 我不知道大家或者在影片前面的觀眾聽眾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那如果說 我估計 如果說 那麼多的一篇文章裡面 最沒有關係的那一篇文章 應該是我的一篇文章 其實就是 所以 所以我就是 可能最 最等腳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 我 估計 或者我看到 應該會這樣說 大家其實平時講宗教右派 那些是 主要 開名就行了 大家在講明光社 或者是 消滅法學會 他們在香港就是 當然 如果你在美國的時候 會有很多美國的那些機要派 或者是那類型 大家會叫那些做宗教右派 那 那我那篇文本身呢 如果我簡短講一講 其實詳細的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看這本書 看這部份就可以了 但是我簡單來講 其實我那篇文其實有一個很 很想帶出來的訊息 其實就是說 當講右派這些字的時候 或者是宗教右派 你加了宗教下去 當然 但是容許我現在不講宗教材 就是只是講右派這個字 先 就是右派這個句子 其實很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 右派其實是一些很 很 很 可以說抽象 或者應該這樣說 它不是沒有意思 相反過有很多意思 而那些意思本身 是會有重複的 是會有 甚至會有衝突的 有些關於右派的東西 那變了 我們要講 什麼是左 什麼是右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很抽空地去講的 又或者 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抽空地去講 什麼叫做左右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令到我們 那個 對話本身會 增加了 就是無論是左 無論是右 我在篇文裡 又拿了一個例子 就是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 就是我中醫的例子 就是人家說陰陽的時候 男人不可以知陰 因為男人是陽 那很明顯 他把陰陽的概念 都拿了一塊來講 就是當你說 男人和女人的陽 和陰的分別 和說知陰那個陰 不是完全是同一件事 當然你可以把它連起來 但是不代表他們是直接 這樣去講 另外一些很簡形 就是左或者右的例子 就是 我最喜歡拿一個例子 到現在我也很喜歡看 雖然四年前 就是現在區議會會 又來了 但是上次 你看到陶君行 和那位梁安琪 那位對女 他們兩個 那個對話 是很典型地 將左右 就是陶君行沒有問題的 但是梁安琪 那個情況 就不幸地 是有些把兩個概念 放在一起 就是 他問陶君行 為什麼你又是幾個泛民 為什麼你可以叫自己做左派 左派不是跟泛民對壘嗎 那 他們的問題本身是會問錯的 其實 就是他後面那句 左派不是跟泛民對壘嗎 但是問題是 或者是 因為這樣說 香港的獨特情況 令到 左派有時候 就是指 例如民建聯 或者是比較親中的人 共產黨 共產黨 中國那些 但是 左派也都 在世界各地 有一個意思 其他意思就是 很贊成 政府要去干預市場 當然干預市場有目的 但是目的就是 譬如說為了平等 為了一些資源上面的分配公義 等等 這些就會比較常叫做左派 所以 在那個情況下 譬如 我相信那次聽到的 就是 唐君行說他自己是左派 因為社民體 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 就是叫做左派 不是說他自己是民產黨 或者是傾向民建聯 親建制 應該是把兩種東西 放在一起 當然 這樣說 其實我現在這樣說 是很明顯的 其實就是 因為這樣一放進去 大家都知道 我原來兩種東西 搞亂了 但是我會說 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說這些句子的時候 很容易會 不小心 轉了那種的內容 那一轉了的時候 就會 就是 在行文津 或者在大家 對話中 尤其是對話 反而更好 在對馬中 其實 對馬中 往往就亂了大龍 就是 我要罵 那些明光社的人 我說你是右派 然後我說你宗教是右派的 然後明光社的人 又說我們不是 不是的 那你的右派是甚麼意思呢 通常你罵得 你覺得對方是右派的時候 你當然就覺得右派是有些不好的意思 當然就 例如說 你可能都支持法權 或者是 性保守 對 性保守 那類型的事情 但是 有時候 另外一邊就說 我們不是右派 我們這些 我們和你們所說的右派 有很多不同的 那些同與不同之間 越說越亂 但是那種亂呢 是令到 如果我們正心一點 或者不是對鬧的時候 我想 其實 就是 為何要說呢 為何要無論白事 說到這樣 就是 我預期跟人爭論 例如 我預期跟法彪爭論 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那我不如直接入了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性保守 或者是 例如你知不支持 一個同性婚姻 合法化 那些 不如直接再去說 那件事 比說左右派 但是 當然不幸地 很多時候 我都知道社會上 尤其是一些 現實的政治 在比較實際的層面 那裡 很難說道理 這麼清楚 有時候 變成左右右 就是用來 一女分明一點 就是用來 用來做一個標籤 對 尤其是可以用來做妖魔化對方的標籤 就是 右派 右派就是壞人 就是 我現在不斷說 因為這本書叫中間右派 但是其實 某個程度上 有些人 看回 所謂的左那邊 都是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 你這幫左派的人 就是 左派的人 例如 說你們 道德文王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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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想不勞而獲 有很多罪名 在安愛左派那裡 所以變成 這些 左左右右的分類 我自己個人 其實就很怕 怕的原因是 意思是 都是那句 如果我預期去討論 究竟那個人本身是左還是右 我不如直接去討論 我想真正討論的東西 因為我說他是右或者是左 其實 大家心裡是在說一些東西 說說他是 譬如是支持一些 一些性議題的 或者是支持一些 政府 應不應該做一些東西的 那我不如直接去說那些議題 算吧 這件事就是那個左右的 那個 那個 分類 或者那個問題的特性 我感覺上 那 當然 那我的編文就不止是說這件事 就是 如果就是說這件事 就說完這兩句就受關 都不用寫了 就是 亦都不需要 其實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現在說這些東西 就 所以 那我的編文就再下一點 就是 OK 那 OK 如果左右是有些不清不楚 OK 但是 我們當然可以 在某一些場景 某一些特定脈絡之下 去講一些關於 一些所謂右或者左的東西 那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編文和這本書 可能是最抽離的一個原因 因為 他們跟我說的時候 其實他們問我 我想不想寫一些關於右派的東西 他們都不是問我宗教右派 那我就說 OK 我那時候又要看一些軍權利的問題 尤其是一些政治哲學歷史的東西 我可以寫一些關於他們的政治哲學歷史的一個特色 尤其是 是關於 那種 所謂small government 那種小政府 那個 的 哲學基礎 那我就想嘗試做這些東西 那 那 然後 那時候 他問我 他問我寫的時候 OK 那我要寫一篇這樣的東西 就是 關於 NOSAC 關於John Locke的思想 那 然後 那 然後 他們說OK 我其實那時候寫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說明了 這件事其實就是 跟其他關於宗教右派的東西 可能就是 港銘光社或者 美國那些其他右派 好像就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 那他們說沒有問題 那他們 就是想有些 人去寫一些 背景 抽離一點的更好 那 講一些其他不是關於宗教的 亦帶都可以當為右派 在一些特定的脈絡底下 那我就寫了 那 那 所以 說到這裏 就可以 去 講少少 就是 可以 去 關於 John Locke 和 LOSAC的思想 那一堆 就會比較 哲學 一些 但也 沒有那麼明顯 是一些 剛才說的 左右的情況 那 如果我們看一本書的話 那就是由第三節開始 應該是 就是講落客的自業權利 那 我寫這篇文的時候 我 那個focus就不是在 資源分配的問題上 資源分配是 現在政治哲學裡面的一個 最 最 就是很久 從John Walsh開始 由羅爾斯開始 已經是一個 很 熱的題目 但當然也說得很難 但是 那就是一個最多人說的題目 但是 我在這裏 篇文其實就 我不知道 明不明顯 都說得出來 但是至少就是 我希望的就是 將 Lok到 LOSAC 他們講對 政府的處理 對 尤其是 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當然是說道德上 或者是 Political legitimacy 那個可以 就是我們都知道 實際上 政府想做什麼都可以 你要保證的時候 你像北韓一樣 你想 連別人結婚 殺人 殺人 然後我 冤枉老婆給你 那些 即是結婚也要他們通知 也要通知他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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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實際上 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問題是 政府應該去做些什麼 或者他們 應該不做些什麼 那那個位置 就是 你可以說是 John Locke LOSAC 或者是所謂自由主義 裡面是很強調的東西 對 而這個自由主義 這個強調的東西 是 我感覺上是 很多其他的 相對的 哲學思想 譬如馬克思主義 就少說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 比較少說 關於政府的權力 和限制 但是 諾克 LOSAC 會說很多 那 稍為 稍為 高呼一下 究竟我在經文裡面 講過什麼 在這方面的內容 然後 然後 看看大家 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去討論 我比較喜歡討論多些 其實比我這樣說 我提過幾個名詞 首先就是說 諾克的學說 有一個很核心的學說 就是講自然權利 講natural right 某個程度上 可以說 John Locke 是第一批的人 將權利這個概念 由純屬於法律的觀念 移植到道德 以及政治的理論 以前的人 很少會把權利講得那麼強 權利 就是right 但是諾克開始講的 當然right 有很多種 他講的 就是他 特別 當然他講很多種 我會提到的 就是說 他有那個自然權利 自然權利的意思 就是在一個自然狀態裡面 大家都會擁有的權利 自然狀態的意思 就是說 就是說 是 細節的 所以就是 阿經看一本書 但是 自然狀態 基本上就是 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一個 假設 是 一個托古 是說古代 沒有政府之前 人與人之間 是怎麼相處的呢 那麼 在 諾克之前 譬如 Hokes那個說法 就是人與人之間 就是一個弱肉求食的世界 是一個 好像野獸的世界 因為沒有政府去監管 沒有賭得可以 沒有法律可以 這樣 即是 要打就行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Hokes的假設 那 John Locke自己本身的假設 就不是這樣的 John Locke 就覺得自然狀態 應該是一個 這麼 這麼 亂的狀態 相反 他覺得自然狀態 應該是 在這裏 他是借了基督教的觀念 就是有些伊甸園 那種 比較上是一個 平和 一個 peaceful 的狀態 而在 裏面的狀態裏面 大家都有 一個權利 大家都有一些 所謂的 自然權利 就是在自然世界 在一個自然狀態裏面 都已經有的 權利 權利這裏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個權利 就是其他人有責任 去維持我的 那個權利 一個 最典型的例子 他講的就是 每個人都有 生存的權利 也就是說 其他人有責任去維持 我的生存的權利 的意思就是 其他人沒有 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道德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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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的 准許去 拿了我的 我的 我的生命 我剛才用得很 技術性的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殺我 簡單一點說 就是 所以每個人都不能被人殺了 就是謀殺 所以就大罪了 這個謀殺 就是每個人都不能被人謀殺了 這就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是一個自然權利 在自然狀態下 沒有政府的時候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種權利 當然 對John Locke來講 他講這裏的時候 哪個人去肯定我們這一種權利 哪個人去保障我們的權利 在自然狀態下 可能就要上帝去保存 所以John Locke 就會引用到一些上帝的思想 所以 所以我順便插開一點點說 就是 現在 我見很多人 會批評 自由主義本身 是來基督教保障 但是John Locke 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開山教師 而John Locke本身 很明顯地是很強烈的 基督教思想裡面 當然他的基督教思想 你說他不正統 或者他想的神學 他不是神學家 他的神學可能有些不對勁 這個理解 但at least 你會見到他說的話 他也不應該 說